记者刘丽人台北报道,今天西南风持续减弱,加上沉降效应,中央气象局发布新北市、桃园市、台北市、花莲县、宜兰县五县市高温黄灯资讯,今天气温达涉时36度以上,请民众注意。 昨天下午台北出现38.5度高温,北市大安三联公园、设子、榜桥也都标破37度,依序为37.5度、37.3度、37.2度。 气象局预报员严曾喜表示,今天北部及东部五县市白天出现36度高温几率高,但是应该不至于出现昨天台北市如此高的温度。 气象局将高温资讯预测气温高低与延续清醒,分黄、橙、红三等级,黄灯代表气温达36度以上,橙灯代表达36度以上,皆持续三天以上或气温达38度以上,红灯则代表气温达38度以上,皆持续三天以上。 对于黄灯区域,气象局建议民众,减少户外活动及劳动,避免剧烈运动,注意防晒,多补充水分,慎防热伤害。 室内保持通风及凉爽,适时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,如扇风或利用冰带降温等。 适时关怀老人、小孩、慢性病人、肥胖、服用药物、弱势族群、户外工作或运动者,减少长时间处在高温环境。